澳洲大宝礁是全球规模最大最长的珊瑚礁群 那里有物种丰富的海洋生物 也是潜水爱好者的圣地 但是英国皇家学会最新研究报告就显示 过去近30年来 大宝礁过半的珊瑚 因为海洋变暖 大规模白化最终死亡 如果人类再不正式和关注温室气体排放问题 科学家担心再过30年 恐怕连仅剩的另一半珊瑚群也会消失 坐落在南半球的澳洲大宝礁 是地球上最大的珊瑚礁生态系统 从昆士兰北部约克角 一路延伸到南部的班达伯格 整体面积大约和日本一样大 是鲨鱼和海豚等多元海洋生物的最佳栖息地 不过英国皇家学会生物学分会的最新研究报告指出 根据澳洲珊瑚礁研究项目中心科学家 评估1995年到2017年 大宝礁珊瑚规模和健康状况之后 发现各类型大小珊瑚的数量 近30年来锐减超过一半 而且平均体型也变得更小 当中已分支珊瑚和桌面珊瑚的情况最为严重 专家透露 一个健康充满生机的珊瑚礁群 理应有数以百万计的小珊瑚 以及可以进行繁殖的大型母体珊瑚 奈何气候变迁 海洋温度升高 导致珊瑚颜色变浅 形成白化现象而死亡 澳洲珊瑚礁研究中心学者 也是研究报告作者之一的博德指出 珊瑚群固然能够适应水质变化 但所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一旦这种变化超过临界预直 足以给大宝礁的长远未来构成威胁 他表示要防止大宝礁灭亡的方法 除了减少以珊瑚为时的极贯新鱼数量 人类若能够在未来的五到十年内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改善水质 让珊瑚群有喘息和复原的机会 或许能够悬崖勒马 否则今后的三十年 大宝礁恐怕将从此消失 世界遗产委员会几度要求澳洲竭尽所能 动用一切资源来保护大宝礁 但是尽管气候变化影响珊瑚礁的证据确切无疑 澳洲仍然是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之一 而且还继续投资新建新的大型煤矿项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瑚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